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夫人李学祖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 但是参加阅兵这种活动还是破天荒首次 随着时针停留在夜晚十点 朝鲜人民军2022年阅兵正式开始 金正恩及其夫人缓步走上了楼顶 当群众看到这位最高领袖时 无不高声呼喊着金正恩的名字 一时之间 现场充斥着万岁 誓死拥护等口号 随后 一颗由多人拼接而成的红色五角星进入会场 这颗红星承载的是朝鲜军民的希望 指引着朝鲜未来的方向 红星散开以后 依仗队高举国旗 装严地走进会场 在场军人 无不敬赏军礼 众人看到国旗 眼眶不自觉流出泪水 乐队在此时奏起了国歌 其手随之将朝鲜国旗升至空中 所有人的目光 均在这面旗帜身上 它象征这个国家的灵魂与荣耀 升旗仪式结束 光场范围内燃起了绚烂的烟花 与朝鲜国旗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十一门礼炮响彻夜空 以此来表达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最高敬意 在军民热情的欢呼声中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志发表了讲话 明确表示了朝鲜人民军的思想 倘若谁敢侵犯朝鲜的民族尊严 以及自主权 那人民军势必会有武力与他们斗争到底 对任何帝国主义要坚决反对 慷慨激昂的讲话完毕 士兵们的士气高涨 大有摧毁一切来返之敌的气魄 让南边大喊民国 看得瑟瑟发抖 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阅兵总指挥检阅部队 以确保仪式的顺利进行 此次阅兵 朝鲜特地选在了晚上把灯光烟花秀和阅兵完美的结合起来 就算是那些对军事不感冒的人 也会被吸引前来了解自己国家的军队 另一方面原因 朝鲜并不希望自家的武器装备过多暴露 夜色的黑暗正好能为武器做一些隐蔽 同时朝鲜想借着晚上阅兵向国内百姓 以及南边的小老弟展示一下自身的夜战能力 朝鲜与中国都有这个共同点 那便是夜战能力极其强悍 阅兵总指挥向金正恩进行汇报以后 各大方阵 重甲车 火箭车 叙事歹发 首先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朝鲜的一支骑兵 在朝鲜人民军建立之初 由于军中缺少机动性运输工具以及武器 骑兵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哪怕已经过去多年 骑兵对于朝鲜军队依旧有着很高的地位 面前这支骑兵部队在朝鲜战争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英雄部队 接下来入场的部队极具传统特色 他们的军装为人民军初建时期的款式 乍一看和解放军的服装也有点像 之所以要挑选这套军装 其目的是朝鲜要向人民展示过去的岁月 让众人不要遗忘国家曾经的历史 与以往阅兵不同 此次朝鲜军队抛弃了弹簧部 首次采用了正部的方式 使军队看起来更加美观 同时也更有气势 整改后的军队看起来焕然一新 相较于之前更容易做到整齐化一 台下的老兵看到军队的强大 伸手不受控制的 为年轻士兵们打节拍 这位身上带满功勋章的人是韩顺哲上将 他所带领的是党中央委员 护卫处方队 该方队看上去也是极为霸气 从金正恩对这支方队挥手可以看出重视程度 在之前讲话的时候 金正恩提起过一点 要想对抗外敌所带来的威胁 需要强化的就是核能力的建设 必须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 所以朝鲜指挥官们不仅要有辉煌的战绩 同时也要具备先进的现代化战术思想 朝鲜人民军从建立至今已经有90年的历史 这90年的路走得异常艰难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 西方国家联起手来针对朝鲜 先是联合国军登陆作战 再打西方各国对其进行经济封锁 可即便如此 朝鲜依然在夹缝中成长 完美诠释出共产主义永不言败的精神 从这群士兵脸上的笑容来看 他们此刻的幸福发自内心 看得金正恩直属大拇指 虽说朝鲜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大 武器装备对比一线国家也稍有逊色 但他们的军队纪律却可圈可点 作为一支军队 纪律性 组织性甚至比装备更加重要 金正恩同志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看看他笑得多开心 现在入场的是朝鲜海军 他们的海军力量还算不错 拥有近四万人的兵力 尤其他们的潜艇部队 尽管潜艇的年代老旧 但在世界范围仍然能排得上名 旁观的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的军队感到骄傲 这是朝鲜的某支特种部队 可能是服装的原因吧 相较于前面出场的方队 反而特种部队的士兵看起来更加精瘦 但同时也给予人无形的杀气 他们手中的武器不仅可以作为自动步枪 必要时也可以发射出榴弹 当小谷部队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时 榴弹可以对敌造成大规模杀伤 从而加大了士兵们平安撤离的可能性 朝鲜对单兵作战能力极为重视 有了这款武器 士兵的单兵素质会得到极大提升 这次阅兵 朝鲜做了从未有过的改变 无论是步伐还是服装 都更加趋于现代化军队 这些身穿迷彩服的方队 适用于各种环境作战 无论是山地还是丛林 他们时刻准备着打击任何来返之敌 这只有女兵组成的方队 来自于朝鲜革命学院 该学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 据统计朝鲜的军队人数为110万 然而 这可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 男性只要年满17周岁 就必须要按照规定服兵役 服役时间长达10年左右 女性采取自愿当兵制度 服役时间大约7年左右 这支女兵方队令大家眼前一亮 队伍是由女交警组成 虽然她们并不是战斗部队 但同样受到欢迎 只要是前往朝鲜旅游的人 都会忍不住偷拍女交警 接下来出现的是朝鲜防疫方队 这个国家对于疫情的防控极为苛刻 只要谁被查出了防疫不利 那等待她的将会是严厉的惩罚 这是朝鲜的特别机动方队 它属于警察武装力量 在此次阅兵仪式中 特别机动方队首次亮相 陆海军检阅完成以后 便轮到了朝鲜空军 飞行员们深情地触摸国旗 登上飞机 准备面对领袖和人民 伴随着一架一架战机的起飞 天空中响起了巨大的引擎轰鸣声 对于朝鲜来说 空中军事力量 一直是他们的短板 空军缺少先进的战机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朝鲜最先进的空中装备 为米格29 若想发展更加强悍的空中武装 必须大量采购国外的战机 但以朝鲜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 实现这点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久后 战机群飞到了今日常广场上空 看到自己的空军前来 广场马上燃起了烟花 战机群也会以精妙绝伦的表演 天空顿时被那颗五角星所染红 虽然这些战机并不怎么先进 但在飞行员的移动操作下 依旧给予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在夜间进行空中表演 无论是对驾驶员的技术 还是胆量 都是极大的考验 这群士兵不负众望 出色完成了此次空中阅兵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